凌晨三点出发去景德镇 刚好到那可以赶上乐天骑士 我要11年 要8月 出发 出发 我就想在邰遊 Evans。 我需要坐這樣嗎? 我下雨啊 Senpai然後 Santi 我们从来到驾驶 一路一路 手指 3横 6横 景德镇的地上很多都是这种瓷器的碎片 拿了一个加筷子的 我们在这里 现在离开了三宝村 打算出发去碧莲丁插秧 我们到碧莲丁插秧了 这里超级漂亮 它是在一条幽静的深山小道里 弯弯绕绕了好久才进来 它双羊就是在这里面烧 它有这种颜色和这个颜色 还有这个颜色 我就选择了这个颜色 我现在做这种颜色的碧莲 我想做这个碧莲 你现在要去的碧莲 这个碧莲丁插秧 这个碧莲丁插秧 然后在这个碧莲丁插秧 我手上去的碧莲丁插秧 这个碧莲丁插秧 因为你要做大一点 你的饮料 就是没有多一点 然后就要两天后加水 就好 你可以不用一次加水 就能够测试的碧莲 我现在打算去浮凉这里的一个茶庄 我现在打算去浮凉这里的一个茶庄 大地之灯 结束旅程了 这三个都是我在紧德镇买的 这两个的话是我在食物买的 三宝村的那个博物馆买的 这个是筷子架 它是深灯续和条纹机 是这对夫妻的作品 上面是叶子的形状 然后旁边会有青绿色的叶痕 整个筷子架就是给人很清新自然的感觉 这个的话是我家食物乳的 它是化妆涂 然后上面画着这种松柏 很薄的一个小碟子 我会拿它来装水果 或者是一些小菜 有一些瓷器像日本手作家 或者是一些欧洲中古盘 它们都是比较厚 我就有询问店主为什么这些瓷器会这么薄 店家说宋代的一些瓷器的话 都是会比较薄 这款白浮龙展是宋代瓷器的副客 我可以拿它来喝汤呀 装饭装面 口颜的话是白又 碗身的话是彩油黑又